您好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 银在地球村 我们常常在讲 台湾的电子业 这几年真的是寒冬 其实全球这个IT产业 本来就是红海一片 那以后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所以现在台湾的厂商 也逐渐从这个生产制造 去转型 开发一些高单价 这个智慧化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这一位呢 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践者 他就是新金宝集团的执行长 沈世荣先生 那他管理工厂 已经超过4万员工 在全球各地 而且每年生产数亿的 各类的电子商品 那最特别的是 我们也是我们今天 主要访问他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自创品牌的 3D列印机 在全球的销量 逐渐的升高 大家对这个3D列印 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透过新金宝 来了解这个3D列印 未来的趋势 我们带您看一段影片 展场内机器人 逗趣活泼的跳舞 做体操 扶地挺身 坐着糊糊升风 跌倒了还能够立刻爬起来 这些动作都是我们先把它 给设定进去的 那所有的用户 自己都可以去编制 自己想要做的任何的动作 跟软体的编辑 机器黑蜘蛛 动作一样敏捷迅速 身上18颗马达 让爬行正反自如 这一家台湾公司 XYZ Printing 厉害的还不只有机器人 3D列印机更是独占凹头 是战略永贯全球第一名 推出走高阶路线的 3D珠宝列印机 也有新奇好玩的 食物列印机 最近推出主攻学生大众 机身鲜艳的造型时尚款式 这台是我们年底 准备要推出的迷你的3D принter 它的使用上面是最简单的 让学生他使用3D принter的时候 这是一个第一个 入门款的一个3D принter 原来XYZ Printing 就是台湾科技大厂 新金宝集团转投资的公司 集团的执行长沈世荣 亲自跳下来主导一切 希望为40多年的集团 开出一条新路 我们公司是很简单 因为所谓的ODM跟EMS 制造也是我看的 那对新产品的未来发展 我也要负责 不管是赚钱赔钱 我也要负责 新金宝集团是台湾电子产业的先锋 1973年成立后 随着台湾的电子产业发展 一路从计算机 传真机 印表机 到手机电脑 智慧家电 光电硬体 制造各式各样的产品 公司的历史根本就是 台湾电子产业的发展史 过去40年我们很熟悉 包括HP Sony Toshiba Kashio等国际知名大厂 推出很多商品 其实是由新金宝代工的 海外据点从中国大陆 泰国 马来西亚 美国 墨西哥 到巴西都有工厂 全球4万多名的员工 年营收超过千亿台币 尽管如此 执行长沈世荣 还是不断思索 寻找公司的突破与发展 那大家要去想 未来的五年 十年 十五年里面的 真的新的产品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 人类十五年后的生活是什么 那我们如何能够 从现在去做改变 能够在下一个世代里面 得到一个真正领先的地位 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 也要在思考 基于原有的2D印表机制造专业 沈世荣选择切入3D印表机 过去纸张式的印表机 几乎品牌和专利 都掌握在美日大厂的手上 台湾只有代工制造的份 但进入3D裂印 局势开始转变 那我们也看到3D印表机的 这个机会点之后 大家几乎都在同一个 起跑点上面 我们也在同一个 起跑点上面 是辈子上过去二十年里面的 专利的pattern里面 去发展所谓五年十年 可以发展的3D印表机的技术 过去两三年 公司已经在全世界申请了 近五百项3D印表机的专利 是目前全世界第三多 个人很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未来 否则未来的十年跟二十年里面 我们人类生活里面的 你pattern一定会越因越少 但是你3D印表机的运用 一定会越来越越多 到了某一年 一定到了一个黄金交叉点 那最后面3D印表机 一定超过2D印表机 那我不晓得这个是要五年来到 十年来到 或是二十年来到 但是我很确定它一定来到 积极在新科技布局 也寻找新的市场 现在大家都在谈南向 但早在二十多年前 新金堡就已经开始南向 在菲律宾 泰国 都有上万人的工厂 是目前东南亚最大的代工业者 几年里面 中国大陆开放了 很多台湾的公司 其实就把它请全力 投资在中国大陆去 所以基本上 它已经看不到 中国大陆以外的东西 的市场 或是人才 或是的想法 那当然我们在中国大陆 有很大的投资 只是说我们因为先到东南亚去 后来才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我们两个是并重 那所以我们两边是 齐头并击 管理超过四万人的公司 让沈世荣全年有两百多天 在全世界飞来飞去 除了固守住新金堡原有的 国际代工基础 在机器人医美 智慧医 蔬菜工厂等新领域 也积极布局 哪一个东西是跟着这个世代里面 真的可以走到 未来一个大的成长的新的产业 那这个公司就可以跟着往前进 不代表它一定可以成功 但是你 如果说你不尝试 是绝对不会成功 他内心最热切期待的 还是希望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里 新开发的自由品牌和自由产品 能够做出成绩 占整体业绩至少百分之十到十五 能够赢在这个时代的开端 也寻找到企业的全新契机 好 刚刚透过画面 其实我个人最好奇 可能你会觉得 跟我们稍微比较亲近一点 就是看到那个 看到食品的那个3D雷影 映出来的 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在来讲 是比较难想象一点 但是将来也许再过几年 它逐渐的越来越普及 所以今天呢 各位观众跟我一起来吸收一下 这个科技新知 了解未来的趋势 非常欢迎新金宝集团的执行长 也是总经理 沈世荣先生 欢迎你 主持人好 欢迎邀请我到这个现场来 好 当然我们知道说 您这个集团实在是非常大 我想观众朋友 如果说会想到这个金宝电子 最早那也是您的岳父 是 许盛雄先生 他是我们这个多年的工总的理事长 那我们要在这里先介绍一下 把这个集团的大的组织下构 先让各位观众有所了解一下 那才知道说你们集团的背景是怎么样 那我们应该这样讲 这个金人宝集团 它底下就是新金宝跟人宝 人宝电脑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再来这个新金宝集团 就结合了三者 就是也是您所执掌的 包括这个金宝电子 它有这个很好的 ODM的研发能力 那还有这个泰金宝电通 刚刚在画面上 大家有看到一个泰金宝 是泰国 顾名思义 它是有这个世界级的 这个EMS制造能力 那EMS就是全球运筹通路 还有这个有这个组装的能力的 这样一个工厂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康书科技 就由这个电源供应器 就是以电源管理技术为核心的 所以等于新金宝是三个的一个结合 那另外新金宝在转投资三维国际 就是我们刚刚也是今天的主题 XYZ Printing 好 所以今天特别要谈 就是您所掌管的新金宝集团 还有这个转投资的三维 我们刚刚看到三维国际的3D列印 当然跨着其他的领域 包括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 还有这个医美 还有其他 还有很多的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是 好 那这边我就要先问一下 其实在过去 你们本来新金宝集团就是 可以说这个金人宝集团 特别是全球前三大的代工的电子消费产品的制造商 那也有很好的研发 ODM OEM这些都有 那会夸足到这个3D列印 另外成立一个公司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其实就我们新金宝集团来说 我们做paper printing 做纸张的列印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那我们一年还做差不多1300多万台到1400多万台的量 那从injet printer到雷射印表机到大型的印表机 我们都帮世界知名的客户做 那但是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做得很好 那只是说我们一直没有一个机会能够产生自己的品牌 或自己的产品 那原因就是在2D printer这一块里面 因为欧洲 美国 日本这些客人 其实他跑得比我们长 所以他们很多的专利技术 行销通路就在他们手上 那大概在三年多前呢 我们开始思考是说 假设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里面 大家对printing越来越少 那我们怎么办 要找另外一条新的产品去延续下一个世代的产品 那我们就开始思考进入3D printer 大概三年多前 那当然我们就从3D printer里面的 从filament technology的技术切入 开始第一次用我们这些XYZ品牌 在全世界行销 那简单来说就是说 我们利用我们2D printer的研发能力 发展了3D printer 那这一块里面因为 其实3D printer也不是新的 那大概二十几年的一些技术 在已经开始发展了 但是它的陆续的专利 大概在三四年前开始到期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开始进入3D printer的领域 那也许是在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好 那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投入我们的研发资源 发展这个产品能够得到真正的市场销售的feedback 那我们就可以一路远近 那其实过去三年来我们也是做这样的事情 那所以在过去三年多里面 我们大概在全世界也申请了500多个3D printer的专利 那目前这个数目是全世界第三 工业全世界是第三 那我们也不断地在投入的资源去 从这十几种的3D printer的技术里面 持续往前去发展 所以你发展这个3D printer 你们是非常是先锋 你刚刚讲说是第三家吗 那另外两家竞争对手是 两家竞争对手主要都是美国的公司 他们都已经成立超过20年的时间 其实这两家基本上都是 某一些3D printer的发明者 创立的公司 所以他们是有很雄厚的研发实力 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 不断地往前去追赶 我相信至少在亚洲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算是跑得比较好 比较早 而且是比较多方面的技术 而且你说500多项专利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3D练习机也不大 是 但是有500多项的专利 这么厉害 都被您申请光了 其实这个3D printer 我们大概有做了 六种不同技术的3D printer 不只是只有FDM的小型 也有专业机 也有商业机 也有食物印表机 各式各样不同的3D裂印机 3D裂印机里面 其实它比以前的2D printer 更复杂的部分 它不只是暖体 硬体 分位 它还有材料 它有各式各样里面的技术的做整合 所以这方面是以前 老实说我们也碰不到 但是现在里面 因为有这个机会里面 我们就是一路一路靠全部自己掌握 所以不管是软体 硬体 那分位包含的材料 全部是我们自己掌握 而且要赚硬体的钱 其实硬体多了 软体的获利是不是有比较多一点 如果说就3D printing来说的话 我们比较特殊 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获利来源是好材 所以除了硬体的部分 你消费者你要买好材的部分 那大部分会买我们的好材 所以从这边有这个business model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小事情 最重要是如何能够 思考下一个世代的技术整合 让3D printer真正走到人的生活 你的办公室 你的家庭去 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是 那技术整合方面 像目前来讲 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它现在其实到了一个 一个世代的运用端 所以大家过去两三年 知道3D printer已经在蓬勃发展 但是要真正到人的一般的生活里面 还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3D printer里面 我相信在五年 十年里面 它快速会解决几个问题 比如说它列印的速度要变快 它可能列印的材料会变多 就是同一个机器列印材料会变多 那可能印出来是全材 那可能这个运用是 可能特殊运用 可能印珠宝的 印牙医的 这些的部分应用都会出来 是 那当然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还要再问 就是关于包括食物的印表机 牵涉到你知道吗 我们看师傅做的面包 做的这些蛋糕 其实有一些口感在里面 就是有些蓬松的口感 那当然3D另一界还是发展当中 应该有它的局限 但是我们想知道说 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那包括我们先前的影片看到 这个机器人 到底在这个三维国际里头 他们发展的策略有哪些 这些相关的产品都是 他们原先就有的 一些相关的技术去研发出来 那怎么去选项发展呢 我们稍后回来 好 新金堡集团 刚刚我们在跟这个执行长 聊天的时候 就在讲说 他这十足的空中飞人 那当然主要这个 新金堡转投资三维国际 主要的这个生产基地 还是在泰国 对 目前还在泰国 所以你泰国经常到泰国 就是一天 对 一天 开会一天 因为我们泰国大概 一万六七千人 所以我们还有其他 很多产品在那边生产 所以一天开会 通常很快就回来 更何况你掌管 这个整个新金堡集团 有在全球各地 有十几个制造基地 十几个国家的 一个制造基地 所以难怪说是空中飞人 所以等于说 我们今天在谈说 发展这个3D列印机 其实在整个集团里头 有很多地方支援 可以技术可以支援的 像比如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有这个欧电的能力 有这个全球的 可以组装的厂 然后还有这个电源供应器 那所以怎么去发展 让这个三维国际 在伸展这个3D列印 还有其他像机器人 这些的选项里头 可以发挥到最好最好的 一个重效呢 其实应该从产品的选择 开始看 那我经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也问很多朋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可以来想象说 人类生活十年后 十五年后是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我很确定一点 十年后十年 十五年后的生活 是跟现在的行情不一样 那大家最直接的感受里面 十年后十五年后 你现在汽车是没有人开的 这个大家目前 已经比较没有疑问 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无人汽车 电动汽车 3D printer 机器人 那所有我们所看到的 未来产品 陆陆续续的十年到十五年 会进入人类的生活的时候 那代表我们所现在 以台湾以PC为架构的 一个产业 必须要开始要转型 也要想到未来 那我们所做的部分 就是在过去两三年里面 陆陆续续找到 跟我们产生Synergy的一些产品 从2D转成3D printer 从我们的网通 传统的技术里面 转到我们的机器人 从我们的原来的技术相关里面 转到一些E-Mail产品 那每一个部分呢 思考能够 这些产品能够在五年后 十年后带给我们一定的 营收的贡献 来取代目前 渐渐销量在衰退的一个 成熟型的产品 是 那以这个食品列一级 我们大概比较好吃一点 所以问了食品列一级 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目前我们的食物印表机 它是全世界第一台的 食物印表机里面 它可以做到是说 三个材料可以放进去 它不但是可以印巧克力 也可以印任何的豆 就是所谓面团类的 所以饼干 披萨 巧克力对它来说 是很简单的事情 三种材料 对 三种材料 那对它来说 其实它很多的客制化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的造型 印成你所需要的造型 那我们可以理解的时候 是因为它是第一代 所以它的价格来说 还有使用的方便性 对一般的家里里面 还没有这么快 对商用的运用 比如说高扁电 那些是已经可以的 但是我相信 它随着它时间的眼镜 还有很多 那个公司不断的投入里面 越来越有可能 很多食物将来是 被3D print的印出来 是 那我们知道说 高扁电 它有些师傅 它有那种手感的那种温度 对 然后吃起来 也可能有一些蓬松的感觉 是 是 是 但是现在来讲 其实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其实已经可以了 因为 已经可以 它是技术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东西 都有被标准化 所以你 它有多少的原料的配方 多少的温度 产生多久之后 都已经到了一丁的标准 是可以被做出来 但只有三种食材 其实在技术上 其实要在跨越 还有其他的限制 是 但是因为 我常开玩笑 3D printer 全世界很多国家政府 不断地投入 也很多的公司 你不断地投入 甚至很多风子 也不断地投入 所以它有很多的 技术的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网络上面 有人用3D printer 去印肉类的 印蛋类的 甚至用不同的食品的 甚至有给老人吃的 其他的产品 都有可能出来 所以3D printer 它是很特别 它不只是食物印表机 它是塑胶类的3D printer 刚才讲过珠宝 珠宝的应用 牙衣的应用 金属的应用 金属可能用到航台 或汽车上面 所以各式各样的应用里面 都会不同产生 有些用3D printer 去印房子 是 那我们比珠宝来讲好了 可以稍微描述一下 就是说 怎么把珠宝 把它用这个printer 印出来 它目前的 做两个部分 一个是casting 就是说你珠宝之前 还是要原来的一个模子 原来那个模子里面 其实人工做完 再去做casting的模子 是很复杂的 时间很长的 现在其实这部分不要 你只要凸档画完 就把那个模子印出来 再来就是翻模子的过程 这是一种 不然的话 你可以印出来之后 那直接就是过度音 度几音就可以了 像三维来讲 选择发展做主力点 一个3D 类影 那其他的其实 还有很多方面的应用 哪些选项 我们第二个 比较主要的主力产品 是有关机器人的运用 那我们机器人 最主要是两块 一个是所谓的 教育型的机器人 让小孩子里面 学会如何组装机器人 当然对极限产生兴趣 那也另外一个部分 是教小孩子 如何做程式的语言的 很简单程式语言的学习 那另外一个是 服务型的机器人 服务型是可以用在 大卖场里面 或Lobby里面做导引 购物的 帮忙购物的这些功用 那again 为什么做机器人 就是说 我想大家到现在 比较相信是说 以后机器人的数目 搞不好比人类还多 所以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不管是工厂的运用的 汽车的运用的 家里面的运用的 那我还是很相信是 不管是你家里也好 公司也好 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它一定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也投入了 机器人在这边研发这一块 是 那因为以前你第一份工作 其实在美国加州职业律师 我是美国的律师 美国的律师 对 所以在我想说 在那个当时 你还不知道说自己 现在目前会掌管 这个新金宝的集团 这么大一个公司 但是这个律师的背景 对于你 在这个未来 就是在申请专利 或是各方面 在世界各国一个布局 其实也帮助蛮大的 对 白的位我不只是只有念法律 我是美国职业律师 没有错 那我之前我也念MBA 就是气管硕士 所以我是气管硕士 以后再念法律博士 那在法律的部分 对我们的帮助 其实最大部分 其实是 那个判断是 是一秒钟的事情 因为当然我们公司 要很多好的法务 跟所谓律师 但是因为我自己懂 所以他们讲什么事情的时候 遇到客人 谈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马上可以判断 甚至有时候 我自己改文件 所以你可以做决策 很快的 这方面的训练 可能一般 可能一般的一些领导人 可能不见得有这样子一个 很棒的一个基础 是 所以你现在其实 已经练就在世界各国 这样一个布局 其实我们来 回头来看看 其实我们发现说 你们主要的重点 其实反而在东南亚 是 这个基地 都不是过去很多电子业 这个西境 是 那现在回头看看 因为现在政府 在推进南向政策 其实你们早就 早在这个二十几年 就已经到东南亚发展 是 泰金堡在泰国 已经二十七年的时间 那那个 我们在菲律宾 也超过十五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 泰国跟 那个菲律宾最大的 那个台资投资的 电子产业在那边 那 我们在内部一直认为是说 因为我们是 更国际化的公司 所以我们 我们中国 大概有很大的生产基地 但是其实在东南亚 那个 菲律宾 泰国 马来西亚 那 美洲的 巴西 墨西哥 美国 我们都有工厂 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国际化的 一个公司的运作 那也因为我们在整个东南亚有二十几年的经验 所以我们 比所有的其他的同业们 我们更习惯往外面走这样 是 那现在如果说 你目前 我们看到你桌上 是 有两个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你们print出来的 其实这是我们的 那个 那个新的一台 3D printer里面印出来的 有关那个 Powder Base 就是粉末 Base的一个3D printer 彩色印出来的 那它比较特别的部分 反而是用我们的3D scanner 我们有一台 手持式的3D scanner 它当然它是全身可以做扫描 而且它价格大概不会超过台币6000块 那全身扫描之后 做简单的档修饰 就可以把它印出来 那这代表的意思是说 以前呢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们小孩子的成长的历程里面 以前只有照片 那现在小孩子的成长历程里面 它过一阵子 把它做全身扫描 扫描完之后就把它印出来 它就有一个永远的回忆 哇 真的好有意思 好像都把自己弄为自己一个 很像 就像自己的公仔这样子 那等于说配上这个扫描器 扫描器的话 它是其实你们现在 发展是比较轻巧性的是吗 是是是 是手持是很轻巧的 那个也是全世界第一台的 这么小的 那个可以做全身扫描的机器 那因为想到3D printer 很多人问到第一个问题是 我不会画3D图档怎么办 那我们就想了几个solution 那其中一个solution就是 我们把加强我们的3D扫描 那如果说你东西 可以被3D扫描之后 那自动转成图档 在3D printer上面 那让消费者很简单 就可以印出来 那对它使用的方便性就很快了 另外一般人他觉得 其实学3D绘图没有这么难 但是他觉得我不想学 或是根本没有兴趣学 或是害怕学 那最简单就用扫的嘛 就是等于是你现在的copy machine 用copy把它复制一个出来的 一样的意思 是 那你可以形容一下 怎么扫描的过程吗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时候要去做衣服 他还给你量身 正面反面侧面 那如果用扫描的呢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camera 加上的方便里面 那那个罩着你全身这样 一圈一圈这样下来 它自动 我们的软体里面 自动会把你的 所扫过的图档里面 把它那个拼凑起来 就全部是自动 是 那也许我们的影片里面 他们刚才有看的 就是类似那个样子 哪一个3D扫描 绕着你的身体走 那只要5分钟的时间里面 它就会转成图档 那这很快 那扫描器也是你们最主要 很发展 因为全球 你说全球第一个嘛 对 其实我们也花很多力气 在发展我们的3D扫描器 因为我们认为这是 能够吸引更多人去 使用3D printer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那不管是他拿来扫 他的那个全身的扫描 或是简单来说扫物件 For instance 它扫一个杯子 它5分钟之后 它就开始复制一个杯子 就是类似copy machine的概念 那你另外两家 你刚刚讲上一段说 有两家美国的3D printer 的竞争对手 他们呢 他们的发展 他们也有类似的东西 但是他们都 第一个比我们贵 那我们认为 我们的3D scanner的东西 比他们好 那这两家美国公司里面 他们比较着重的部分 是在工业应用 跟商业应用 那所以意思是说高单价 或是在商业应用 工业应用 那消费者的部分 他们渐渐放弃 那这一部分 我们反而是依照我们的 生产的base 我们的价格 我们的delivery 慢慢去占有 这个消费型这一块 那当然 明年我们开始 陆续出了 专业的3D printer 还有商业用的3D printer 为什么有这样 不一样的一个思考 虽然说 这个新金宝 里面做了很多 这个消费性电子台品 对你们来讲 其实你们很熟悉 这块领域 那另外两家 美国竞争公司 他们为什么选择 比较商用的 比较专业工业型的应用呢 简单来说 那个毛利是比较高的 那个单价是很贵的 那毛利是比较高的 当然技术难度 也相对高很多 所以我们有三年的经营以后 开始往上堆跌的 其实就会开始进入了 所谓专业营用 跟商业营用这一块 那当然我们会对于说 3D练义这个东西 大家觉得 它不是很普及 那你投入这么多 其实你说三年多来 其实就花了很多钱 光是这方面投入的研发 我们就讲说要烧钱 大概烧掉有多少 我们大概现在研发 大概有280几位的研发人员 而且还不断地增加当中 那其实这个东西 都转换第一个 我们的营业 那第二个转换为 我们将来 即使客人他们在 outsourcing给我们做 ODM那个3D printer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竞争利基点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给你听 就是台湾过去里面的 电子业所谓的设计 或是制造代购 简单来说是客户给你一个spec 你就照我这个spec 去设计或制造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的base是不一样 因为讲成我们 比我们客户更了解3D printer 那我们有灵力去帮他设计 我跟我们常常开花 你照我这样做就对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 三年的一些经验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有500多项的专利 可以做保护 那第三项呢 我们在过去的三年多里面 我们在全世界也建立我们自己的销售据点 客服中心 维修中心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帮客户代劳 所以以前呢 我们只是生产设计 就出了我们工厂 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那现在呢 我们客户里面呢 包含了他到后面的客户维修 我们全部都听他包了 所以有一个更好的价值 可以贡献给我们客户 所以我想在未来的全球布局上 很显然 你们赚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 赚钱就花了这么多资本 那将来未来几年 可能逐渐的回收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下一段回来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 这个三维国际 还有整个新金宝集团 他们在全球未来一个布局 那至于说 怎么样去攻占这个消败性 电子的一个市场 我们稍后回来 好 那新金宝集团 在全球各地 有十几个制造的一个据点 当然公司 因为非常的 布局非常的多 然后这么多年来的发展 我们知道说 刚刚聊到说 在东南亚尤其是 到那边已经算是 最早去了一个台商之一了 那这边的发展 其实在那里 你们的事例也蛮庞大 员工数非常的惊人 所以现在看来 在东南亚布局 如果说现在的 我们一些台商朋友 我现在才要去东南亚 因为南向 这个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现在工资 因为中国大陆工资越来越高 如果说以工资来比的话 中国大陆那些员工的薪资 比上东南亚 比如说泰国 你们比较熟悉的 大概差多少 泰国大概中国大陆的七成 那菲律宾大概是中到一半 所以Rofley他的薪资的结构是这样子 那对一般台商朋友 他们要到其他国度去 第一个碰到语文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那我是经常给大家一个想法说 去那边的话就是要全身投入 就是老板他自己要全身投入 他有机会可以成功 那第二个重要的advice就是 你要尊敬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人 要热爱当地的文化跟当地的人 或是那块土地 不能是说他的概念 我只是去利用他们的劳工 去做制造加工出口 那或者是认为 我们是比较聪明的 他们不是那么聪明 这是不对的概念 去一个地方 你就是爱那个地方的文化 爱那个地方的人民 那你才会有机会 能够长期在那边发展 跟着那个土地一起成长 是 其实东南亚经济 这几年发展非常的亮丽 超过很多其他的一个地方 尤其我们看到说 现在台湾人有很多 也开始在学泰语 尤其是泰语补习班 其实如果说以现在来讲 其实泰国算是在东南亚 国协里头 一个非常值得台商朋友 去的一个地方 比较起来你会觉得 在东南亚哪些国家 其实还可以值得 我们台商去的 我常用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去到不同国家 去投资设厂或是开公司 有不同的南亿度 第一层比较简单 当然是最上面是新加坡 新加坡因为它语文是 华文跟英文 它也比较接近我们的考权 第二个比较南亿度的话 可能就是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这一段 加上如果说你还可以考虑下去 可能包括越南 都是在第二层的这个 第三层困难度比较高的 更高的 那可能就是像印尼 或是印度这边 那对我们集团里面 我们过去的二十几年里面 从泰国投资 马来西亚投资 新加坡投资 菲律宾投资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base 那again就是说 我们到每个地方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生根当地 不管是五年 十年 二十年 这样一路生根下来 好 那在你们的发展 这个三D列印来讲 你觉得说 除了美国 当然是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市场 其他地方 有没有比较潜在的 哪个地方可能应用会 会更广点 因为三D列印 其实在台湾对我们来讲 目前还停留在说 有一些做模具 模型 他们这个专业用的用途 跟我们一般 我们用来普及消费性 还不是那么 那么觉得说 好像我们生活必须平 所以你怎么看 未来的发展 目前我们三D列印里面 最大的市场 第一个当然是美国 那第二个是欧洲 第二个是欧洲 再来就是 日本跟中国大楼 这个是主要的市场分布 那我们也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 其实欧洲跟美国 它接受度比较高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美国跟欧洲里面 他们的人工是很贵的 所以他们的一般在家里面 他还习惯DIY的 那反正他家里面 都很多的工具了 那3D印是增加一个新的工具 从那边开始 所以其实他们接受度 蛮高的 他们很多做木工 什么DIY风气很深 可是我觉得台湾 大半都是已经帮你组装好的 包括你刚刚讲说 组装那个机器人 很多人就愿意买说 直接买回家就好了 是是是 对 所以就是基本上 文化的差异不同 对 文化差异不同 但是我相信 在新一世代的小朋友里面 因为学校开始教3D印 教机器人 教程式设计 他们越来越有这些概念 会用3D印 那如果是说 3D印 他刚刚讲过 有几个 他的技术的眼镜 可以被客户的话 不管是他的 练印速度 或是他练印的多材质 或是他的彩色 这个时候陆续被客户之后 他到家里面的运用 就越来越快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 是说你从 不管你 你定一个 从网站上面 定一个东西 运到可能要四个小时 但是他没有办法客制化 在3D印 里面就很多客制化 你可以被做的 那在3D印 它应用的范围里头 你觉得个人会觉得 比较最棒的 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这个应用超棒的 然后这个科技 它的发明 是对我们生活 产生很大的一个巨变 你觉得可能会 因为应用的范围很广 你觉得哪一些 可能是最容易涂出来的 其实3D印 里面 因为它各式各样 不同的应用里面 会让你不知不知 就觉得 它已经在3D印 的话 我刚才讲过 每个人总共牙齿 有坏到的地方 它一定要用到3D印 也是我相信的 而且我们做的 3D印的牙医专用机 目前也是这样的趋势 那一般的小孩子的 运用里面 也是一样 其实最重要的是 未来的小孩子里面 就像你讲 它现在是网络世代 它可能对3D印 它的运用不更高 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 其实我二女儿的例子 我二女儿里面 她手机里面 她说她想3G 她12岁 白了为她12岁 她3G 她想upgrade到4G 那我的太太说 你叫你自己赚钱 不理她 那她想要 因为她同学都有 她想要upgrade到4G 所以她想的办法 就是她用 我们家3D printer 印了一个手机机壳 那当然她会用 她要客制化 她就把我妈妈的名字 写上LISA 印出来 她去卖给我妈妈 那她怎么卖呢 她自己想到 我们台湾的 那个露天拍卖上面去 把她那个 印出来的 特质化的3G机壳 放在那边去卖 当然没有人会买 她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妈妈到哪里 上网去给她买下来 她就有钱去 所以这个概念里面 真的是十几岁小孩子 他们生活环境里面 我相信 就像你现在的Facebook 他认为理所当然的 是这样的意思 他网络里用得 非常的习惯 对 他会觉得说 这好像有点麻烦 还需要这样 但是他就是很 做得很方便 对 这是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比较难想象 当然除了您以外 因为您是在发展 那为什么 如果说我们讲说 3D内音 这么有前途的话 为什么在全球 发展的速度量 至少我们看到它的量上面 其实不是很大 像全球卖了 在一年大概有多少销量呢 目前在去年 大概全球三十几万台 三十几万台 对 我们卖了七八万台 占了21%左右 所以已经是最高的了 对 目前我们在全世界的 Consumer grade里面是 市占率是第一的 但是其实还是回去那句话 因为我们做paper printer 已经做二十几年 快三十年的时间 它的发展 一定有未来三十年要发展 刚开始你觉得 它量不是很大 但等到它突破某一个门槛的时候 它开始它的 就会非常大的不免 所以不只是只有专业应用 或者是说商业应用而已 开始就会走到 不同的办公室里面应用 那期待这个 会真正造成那个 黄金交叉的点 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 应该是五到十年里面 一定会来到 这个是我蛮确定 因为我们自己 看到我们自己的 下一个世代的产品的发展 所以它取代一些东西的机会 可能性越来越高 For instance 它如果说可以印拖鞋的话 你干嘛要去买拖鞋 那如果说它可被应用的东西 越来越多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取代人类的 目前所谓上网购买行为的 机会越来越大 但是我自己 可能我不会去买一台 这个3D类型 就是你说拖鞋 对 我还是会想象说 那我为什么 这根本上的 我们这个脑袋还没有转过来 对 因为其实 我们在来看 任何新的技术的接受者 刚开始的接受者 大概就是 比较年轻的 不管是说你二十岁也好 十几岁也好 五到十年之后 刚才讲我女儿是十二岁 五到十年之后 他们正是 他们消费力最好的部分 我们的年纪都已经是老口口了 所以他们是真正是 接受到新一代的科技 那再讲更远一点 再讲更远一点 我小儿子是五岁 我很确定他们那一代 是有机会到火星的那一代去 五十年后六十年后 所以永远决策错误 是用我们现在的年 我们现在的人的这个世代 去看未来的事情 所以我不曉得讲对不对 教育部长千万不要超过四十岁 来当教育部长 应该要看未来的眼光 因为我们所谓的 现在十几岁的小孩子 未来是二十年后 十年后是他们当家的 那个才是真的新科技开始的时间 是 那谈到新科技 也不止机器人 不止这个3D列印 还有其他的应用 你看我们有聊到像医美 还有植物工厂 这些也是你们集团 去跨足的一些领域 可以谈谈其他方面的应用 是我们除了3D列印机 我们包含了我们的机器人 还有医美 我们这一块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 当然还有一些 我们也上在研发阶段的一些产品 那最主要的一个思维概念就是说 我们不会再花更多力气 在现行的产品线 不管是你现在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世代的产品 但是下一个世代产品里面 大家都有机会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哪一个真正会上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投入在 下一个世代的投资 刚才讲过 我们很确定一个事情 人类未来的生活 大概离不开无人汽车 离不开3D列印表情 离不开机器人 离不开你所谓的IOT里面 24小时的监测的一些工程产品 一步一步都会成功 是 那未来的破剑上面 你现在目前因为主力 3D列印 然后机器人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看到说 您今天还带来 还有这个智慧的感测衣吗 这个衣服是 我们有做我们的那个智慧衣 智慧衣基本上 它是一个导电的内衣型的衣服 那它的一个器材 在身上的时候 它可以做24小时的ECG监测 那我们这个器材 它在应该会在年底里面 就拿到美国FDA的批评 就开始在市面上贩卖 是 你刚刚说那个监测 包括哪些方面 它最简单的那种是心跳 脉搏 但是它最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准确度可以做到 我们到心电图 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 做心电图的测试 那要很复杂的 那这个是24小时 挂在身上就可以了 所以任何你有心血管毛病的部分 有时候你到医院去检测 你可能不一定有结果 但是这个是24小时 你挂在你的身上 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检测 对 那你24小时里面 如果说超过异常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送讯息 给你自己 你的亲友还是你的医生 是 那我们看到他陈先生 跟运动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是不是有某些特定的一个状况 在使用 那有一些族群里面 包括他做慢跑 或是说比较激烈的运动 他必须要 monitor 他自己的脉搏心跳 那心跳有没有正常 这一部分 他们会更 concern 这一部分 那国外里面的一些 已经开始在卖了 那我们推出 我们自己的产品的运用 是 那这是跟手机 有一些连结 怎么样去运用呢 它的讯号当然 是先送到手机 那手机再送到后段里面的data base 跟你的call center过去 这是我们最主要这方面的应用 那其实除了我们的智慧意义之外 我们也有其他的医美产品 那我们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 有关女性用的镜子的部分 我们大概11月份会在美国推出 是 那怎么应用呢 这个的美容镜的部分 是全世界第一个 把他可以分析每一般女性的皮肤状况 那也进而从那边就可以分析 某一个保养品 化妆品 是不是对你的皮肤 真的是有产生效果的 是 那那个 可是我们完全独立开发 会在美国11月份开始翻新 这非常奇妙 我们也是想说 花大钱用的这个保养品 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不再只是用说这个 它油不油啊 或是抹在皮肤上会太干之类的 还可以真的可以try 看说这个保养品适不适合你 我们的检测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你从day one的时候 你的皮肤的状况 跟你60天之后 你用了这一瓶之后 那有没有真的变好 那因为我看我太太里面 买了一堆东西里面 也不知道到底哪一罐有效的 那我一直很想说 找出一个方法能够正确判断 哪一瓶的保养品 是对它真的有效的 那也许这是一个办法 好 相信这个科学的依据 不过我想说 这些年来 我们知道说你们集团发展 跨足越来越多领域 在人才方面 我们一直觉得说 担心说台湾的人才外流 那你们其实需要那么多人 当然你们在东南亚 这世界各国这么多的公司据点 你觉得台湾的人才 现在已不够你们用 那台湾的人才跟其他的地方 比较起来是怎么样 我常常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也要运用全世界的人才 所以台湾的人才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台湾是我们一个 很主要的核心 但是呢 我们要加入各国 不同智慧的人 才能够在全世界可以compete 那不然台湾只有2000万人口 你哪有那么多的人才 所以我们的应该要放开 我们的心胸 放开我们的视野 不同的国籍 不同的种族 把这些人才纳进来 那我们才能够 真正在世界上compete 是 所以其实台湾的人才 还是很多 但是只是说你要广纳 全球各地的 不是只有比如说 同文同种的 对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说他认同 我们的国际化的文化 他只是找不到一个 他的发挥的平台跟舞台的话 他就可以跟着我们往前走 for instance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不止的国际在中国大陆 我们还有很多国家 所以现在很多人 他愿意跟我们到东南亚 或是其他国家去 去开拓他不同的人生的 我们也非常欢迎 是 今天非常谢谢您 谢谢 好 这么短的时间 也跟我们分享了 就是简短的分享一些创业 还有您的想法跟理念 也让我们更了解 3D练义的未来 谢谢 谢谢您 应在地球村 经常发掘台湾的新研发 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